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次的5分钟VIP直播节目 那首先当我想来跟大家说我的那个VIP直播时间段是西部时间7点半到8点半 那东部时间就是10点半到10点半到11点半 那我之后是Brian老师,Brian老师之后还会 我还会跟Jason老师一起有大概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 大概是9点半到11点半 回味是一部时间9点半到11点半 那在这两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如果对我或我的交易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VIP在这两个时间段来收听我的一个直播 那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来讨论一下今天大盘和行情 今天的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了 野伦大姐的讲话 那他的话总体的还是不加息的一个策略 那给市场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是市场大涨 道指的话现在目前是收盘了 涨163.61个点涨了0.9% 标普涨了1.09% 那只涨了1.03% 那普遍都是大涨 从两点钟之后就一落大涨 标普现在报2163.11点 冲破了2150点 这个阻力位来到2163点 道指是18293.57点 那指是5295.18点 那就是三大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昨天日本也是宣布了一个叫QQE的一个利率决议 也是维持利率不变 那他这QQE呢 是一个是说要修正或做是控制它的一个Yield Curve的 它的一个更让它更陡峭 第二个就是说是要保证它的一个CPI 也就通胀2%的一个目标 要在上面稳稳站上 那这是昨天日本利率 那给市场带来影响 就是说是黄金大涨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是 黄金现在是1337点号 早盘一直在1330美元每盎司上下波动 那现在是大涨至1336点 那原油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涨号 涨幅原油现在是45块五毛九 这个是16年11月份到期的期货 原油期货价格45块五毛九 也是非常不错 那今天整体大盘也是不错 大众商品也是不错 那我今天在两点钟的时候 发布利率决议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SPX它的一个走势 标普在两点钟之后 就开始了一轮的上涨 冲到2150的时候有所回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一分钟的图吧 就说是一分钟图 我们是二点钟的时候 这是两点钟开始大盘一个上涨 涨到最高2153点 为什么是2153点 它开始有所回落整理呢 因为2153点是前期的一个高点 如果看30分钟图的话 它大概就是在这一个 这一点就说是19号 19号的一个高点是2153 它最高是来到过2154点 因此的话今天打到盘内 打到2153点开始有所回落 那我们的话商品J的话 在这个点的时候看到第一根阴线的时候 就开始来进场UVXY 18块 18块7进的 然后大概持有了五六分钟吧 大概是在2146 2148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出场UVXY 19块1毛3 大概五六分钟 获得了0.43美元 每股的一个收益 大概是2.5%的收益 大概是五分钟 那这是我们今天日内的一个交易 另外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THLD THLD是我们现在重仓的一个 重仓的一支个股 今天THLD冲高到1块3毛2 开始往下再回落 现在目前报是1块2毛2 最低来到过1块2毛1 在大盘那么好如此上涨的一个光景之下 为什么THLD它不上涨 反而还在下落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是洗盘 因为如果它是要顺势要下跌的话 在1块3毛 在今天高位1块3毛2 要顺势就主力出货 要顺势下跌的话 它不会打在一个 刚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一块2毛之上 它现在死死的 蹭在一块2毛之上的话 就代表它是在一个趁机洗盘 那大盘大盘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THLD应该要涨 但是THLD不涨反跌 那我们的心态 当然是会觉得恐慌 那广包环打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底下也有量的一个放出 看到今天的量大概是266万 那因此的话 打到最后还是支撑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 1块2毛钱之上 那因此我觉得今天更多的是洗盘 借机洗盘 那洗完盘之后 把身上的一些恐慌码洗出之后 那THLD大涨是指日可爱的事情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VIP的分享吧 我们周六会开美股剧经营的小盘股的一个课程 我跟Jason老师主讲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 或许是波达客服热线 欢迎大家收看这次VIP直播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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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